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没有想着用什么系列呢? 很久没拍了 因为经常在IG跟大家分享好物 我也不知道放些什么在影片里 然后今个月有样新闻到极高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不如group 其他产品来过7月用什么 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没有怀念的感觉 不要错过,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个是大家都问了很久的anti-primer wire bag 我买的应该是standard mini-size 然后颜色有机会是贵节色 它是粉红色和一些银色透明组合一齐 然后我买的价钱当时是Sogo Senso Week 1,995元价格在9折 然后我有信用卡可以回赠95折之类 总之最后应该是1,600多元左右入手 然后它是超级无敌好搭 而且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好像面那样大 它放到很多东西 首先当然出街一定要有卡住 然后我放了一个粉饼 这个又是很好用啊 我再用多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接着就是一些行动电源 然后有我的AirPod 再来有包纸巾,完整一包 还没开过的 然后还有一支hand cream 然后最后了 有多支唇膏 是真的放得了所有要出街的东西 我买的这个我贪他的手柄位可以这样拿 或者它可以有这一条的肩带链 可以斜背也可以,或者侧背也可以 因为它可以调长度的 拉近点看下,它的链是有扣位的 然后打开了,里面有个圈圈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长度去调调 然后任何一个圈都可以扣 不需要扔三个洞,四个洞这样调节 没有的 你想怎样就怎样的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之方便的 然后你不要见它好像很斯文 完全是casual look 任何一个风格都可以配搭 所以我觉得这个袋是我最近买了之后 都挺喜欢的 唯一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两面都是比较透视的 那你有什么不想被人看到 就不要放最出那一层 可能是放在中间夹着它 这样就没问题了 接着就到它了 万众期待 Medicube最新的美容仪 HR Booster Pro 我想大家都见过它的广告 烧到含含声 我用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后感 我觉得这一部的美容仪是有点像打机打怪兽 因为它会有五个level 每一个mode都是的 然后它是没可能一来就挑战level 5 我真的要由level 1慢慢的上升 有些mode我现在是用到level 4 有些mode是用到level 3 有些mode我还停留在level 1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适应期的美容仪 但是有一个mode它叫做booster mode 是导入模式我真的很喜欢 它的水光机效果是做得很漂亮 是我拥有这么多部美容仪之中 它做得最漂亮的 但是它是需要挺大量的精华 它真的可以你放多少精华下去 它导入吸收多少的精华 它是每个mode用的感觉和手势都不一样的 例如这个booster mode 我自己习惯就打圈的 贴着皮肤一直打圈做导入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如果不够精华 它拿开了就不会计时的 然后你就加精华 然后继续导入 总共五分钟 我会是每边面一分钟 额头一分钟 下巴嘴边的位置一分钟 比这里 然后最后一分钟就看下哪里还有精华 就继续这样倒入 很多时候我都是敷完面膜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的 面膜的精华是非常多 吸也都吸不完 有时候要洗面 用这个是没试过吸不完 你最多是觉得 它吸光了 我还应不应该再加精华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 就会是mc mode 这个线条的护理 我就会贴着 一直这样拉上去 它的感觉就像拙下拙下拙下的 刚才的护理模式就像 抵护肤的护肤 它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因为其他不同的美容医做倒入 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又倒入 但是就很舒服的 这个过程 不过这个护理模式 它是有感觉的 我不觉得去到痛 我都還可以去到升级4 但升级5就有點辛苦了 下一個去到彈力呢 這個像低點 所以我是貼著皮膚兩秒 兩秒兩秒 貼在眼底 它是 gravitan肌肉節風 這個模式又是要慢慢適應的 但習慣了之後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爽 下一個模式就是毛孔护理 它不需要配合任何精華 洗完乾面的時候 用它的邊邊位一邊掃皮膚 你會聞到有凍的味道 一邊有刺刺的感覺 這個模式我真的還不可以 但我聽說毛孔的改善 或者是一些暗瘡的改善 這個模式其他人是做得不錯的 但因為我沒有這個煩惱 我通常都會避免它 所以作為一個基礎保養的美容兒 我會覺得它功能夠多 然後導入的效果是真的比美到 一些簡單的導入非素 如果你出去做一些水分的面膜 它是可以做到那種水光感的 但你真的要用一個足夠的量的精華 好處就是它沒有一個專用的精華 你用回自己的護膚品就已經可以了 任何的美容兒都是一樣的 勤力 你不會說用了一天整個星期都是水光機 甚至乎有一陣子 我是早上晚上都用的 因為它是幫你的護膚品導入 所以勤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你說在觀望買不買的話 就看你的需要 究竟它的功能是否符合你想要的效果 是會見到有分別 但不是整容級那種 最後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一個觀眾的優惠 除了在觀望YES Style也有得買的 如果用我的code HIDEEEARBP20是會有8折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入手 除了Mediclip有觀眾優惠 今個月我還爭取了不同範疇的Discount給大家 有我超級熱愛的後備貼系列 這個我用了沒有十年都有八年 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它是History of Who的後備貼自身精華 但原來現在它有一個升級版 它的名字叫做備貼換能修護精華 這個裡面的成分是多了NAD Plus 如果沒有聽過NAD 應該都會聽過NMN 一個現在超級無敵的保養保健成分 就可以修護細胞 延遲衰老 然後逆領 它的質地和以前是相似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對比 擠出來的時候都是偏向黃一點 但是舊那個它是會挺身一點的 你推開的時候它是會稠一點 但是新的這個一推開 你會明顯感受到它是輕盈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質地方面 是做了一個昇華的 它是會輕生的 如果之前你用過鼻貼 覺得它太稠了 可能是秋冬才用到的話 現在新的這個夏天都用到 但是它雖然是輕透了 薄身了 不過推開之後 滋潤度 修復度 依然都是這麼好 它不愧為我最喜歡最喜歡的精華之一 我真的沒有它不行 是這麼多年來 我從來沒試過家裡沒有這個精華 我喜歡鼻貼的精華 就是 告訴大家 不要緊 我忘記之前有沒有分享過 就是我濕疹後 那塊臉是融融爛爛一塊塊 然後又有痕跡 我只塗這個精華 是夠了 變回一個正常的皮膚 當然 戴上頭盔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人的濕疹 或者濕疹的時候 用它都會有一樣的效果 但是當時 是它幫到我由一個濕疹 變回一個正常 漂亮的皮膚 所以它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神台的地位 然後新的這個 它加入了這個成分 我相信 它那個修復細胞的能力 是會更加出色 然後今次不僅是這個精華升級 是整個系列 全部都一起升級 一起加入了NAD Plus這個成分 我手上這一支 就是 循環修復基底精華 很多朋友都有問我 循環精華和之前的自身精華 即是現在的 換能修復精華有什麼分別 其實這個循環精華 就是導入基底精華 來的 洗完面 你塗它 就可以做到一個 幫皮膚打底 令到之後的護膚品更加吸收的效果 之後呢 自身精華 即是現在的這個 換能修復精華 就會是做一個皮膚的修復 所以是用完它 或者用完Toner的時候 就會塗它 是不同的step 不同的功效 現在是很薄 很容易推 很容易吸收 因為之前的版本 我就覺得它稍為滋潤了些 如果不是冬天用 我就覺得 以一個基底精華 就太過厚了 我什麼都未塗 它已經覺得夠了 之後怎麼辦 但是現在這個 你看到已經吸收了 完全不黏了 不厚重 我覺得它升級了之後 我是更加喜歡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天氣 所以就是因為我這麼喜歡這個被貼系列 觀眾的優惠就是 如果你在他們的官網那裡 買滿被貼系列 1000元 不是這個舊版 新版 輸入我的優惠碼指限官網 HIDEE就會送自潤修護面箱 10ml 4粒 你知不知道 一個全尺寸 50ml 是賣1300元 4粒 即是40ml 是價值超過1000元 是比買一送一 而且你買這個精華 1000元 不是只有這支 它是一個套裝 再加上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它買東西 登錄了網站 是有很多不同的禮物送的 總之你買了這個精華 你是新會員登錄的話 你基本上是收到一個澎湃的禮物 對了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化妝品的東西 好嗎 因為其實之後還有一個觀眾優惠 但我打算讓大家停一停 不要不斷噴噴聲地燒 一些化妝的工具 又是不陌生 這個先打開它 是直膠掃 我買的牌子是台灣的Solo 之後呢 好可愛的 它那個質地呢 是摸下去軟得來 又有彈性 然後用途是很多的 現在最熱的了 韓國的Fear 是不是 一個泥膠狀的胭脂 或者是唇妝 它呢 用任何其他的上妝工具 我都覺得沒有這個膠掃那麼好的 因為呢 你放下去 看到那個質地嘛 是好像一塊泥膠豆泥一樣 滑出來 它是做到一個很漂亮的霧感 然後很平均 然後再用手 或者是一些粉泥拍開它 完全沒有界線感 它拿的份量是剛剛好 最重要呢 就是它不用怎樣洗 你用一個的紙巾 抹一抹它 它已經呢 是乾淨了 可以再用了 除了是用來上一些的胭脂之外呢 我最喜歡呢 就是它可以上唇妝了 它可以做到現在呢 不是很喜歡 我不懂得分 究竟是出界 還是擴闊的唇呢 總之在唇線做到一個模糊的效果呢 它是做得超級好 所以以這個價錢來說呢 超級推介大家買這一種的直膠掃 不一定這個牌子的 但是我用這個呢 很好用 它還可以這樣吸收 是非常之衛生的 然後呢 就是它們兩個的對決了 我想大家由上兩年左右開始 應該看到這些粉底刮棒的了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 今年我用了這個 Wikmik的一個粉底掃 它是很薄 但是是掃來的 它上粉底是更加漂亮 它推過粉底是會更加貼的 例如擠少許的粉底液 如果呢 我用這個粉底棒呢 那我要先這樣拿 然後你看到它這樣推呢 它是會有一個邊邊的 看到嗎 界線感的 我再用一個粉撥去撥呢 其實又沒什麼事的 都OK的 只不過呢 它那個範圍來說呢 它永遠都會是 有一個這樣 長方形的感覺 用這個掃的話呢 它上妝的效果呢 是更加好 我這樣前後推 一路推 你見不見到那個的方向呢 那個的貼伏度呢 完美啊 真的完美 所以我是超喜歡這個掃的 它唯一一個缺點呢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我已經用了一些粉底了 它用紙巾呢 是清不曬的 所以我每次用完呢 為了衛生呢 我都要洗 但是如果用這個粉底棒呢 又是這樣一抹呢 已經清乾淨了 如雨紅掌 那究竟你會選哪一個呢 我都很想大家去告訴我 如果你兩個都用過的話呢 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它的妝效實在太好了 我剛才都沒有用過粉底棒呢 已經這麼漂亮了 但是它就是每次都洗了 好了 之後這個 又是雙敏度飽錶 Makeup Forever的眼影 530號色 給我叫它做 一個遮眼袋遮淚溝的神器 那這個呢 我今天不是用它 我今天這個你會不會覺得太白啊 我在鏡頭就覺得太顯眼 因為我想試一下不同的牌子 究竟做出來 有沒有它那麼好 有沒有其他的代替品 是不是只有它 然後我就買了台灣的Solone 就是我今天用了 分別都幾大的 其實這個呢 它是臥殘盤來的 然後呢 我就用它其中旁邊這個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粉質呢 都幾粗的 那所以呢 它放在我眼底那裡 雖然都今天是遮到的 但是呢 是比較明顯 還有呢 它那個位置會比較乾 但是如果我用530號色 Makeup Forever 一摸其實已經有分別的了 那個是超非粉 這個是完全不非粉 然後呢 之後呢 是畫很多 而且顏色是自然很多 它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為什麼呢 我會用它 做到一個超級完美 去遮一個眼袋 遮淚溝的效果 然後呢 大家呢 應該都會聽過 Canmake的這個臥殘盤 由它開始的 都是說 旁邊這個顏色 是做到遮淚溝 遮淚溝的 但是呢 第一 它真的很小 你買這個盤 基本上 如果你經常用 很快就用完 還有呢 你用掃子去拿 很容易去拿了隔離色 但是呢 它那個顏色的話 我覺得它遮得都算自然的 它是兩者之間 還有少少帶粉 我會覺得它都做得漂亮 只不過 就很難去拿那個粉 然後呢 其實在530出現之前呢 是有一個版本 是他們的 H100 之前都是說一個遮眼袋 遮淚溝 為什麼我沒有介紹過呢 就是我有用 但是它的顏色在我身上 是太白 它是這麼多的之中 最白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在我身上 這個真是最自然 最似有若無 最沒有一個鏡子 衝突地做到我想要的遮眼袋 遮淚溝的效果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看 究竟我平時是怎樣 動態地示範給大家看我怎樣遮 我還在研究角度 因為我還覺得是可以有改進 是不是已經好了很多 比起以前拍片的時候的眼袋 我真的可能要做到這樣 你才會看到 平時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角度 已經遮得超級漂亮的了 我嘗試再找些角度 還有再遮得好一點的時候 就會拍一個IG Reels給大家 是很近距離看我遮的了 好了 然後說了那麼多護膚品 化妝品 麵的東西 那我就不如說食物 今個月有兩樣東西 最新發掘出來的 超級經驗 就是他們了 首先呢 就是馬砂的龍蝦湯 我沒有想過大家是這麼熱烈的反應 因為我也是在Flex那裡被人燒的 他們是英國買的 我就想香港的馬砂有沒有呢 又真的讓我看到 它是89元一瓶 已經是現成的龍蝦湯 如果你想當湯這樣喝 就這樣把它加熱一點 不用滾它 你加熱它就已經可以喝了 這裡有兩至三碗 如果是小碗的話 然後我自己懶惰 如果做湯 我會加少少的蝦肉 煎了它 用牛油煎了 然後加一點蒜蓉 然後倒進去加熱 再加些忌廉 簡直是外面那些 200元一碗的龍蝦湯 然後我令到這麼多人有迴響 就是我用距離做了一個龍蝦汁意粉 超級好吃 我是叫鄰居過來吃 一瓶三個人 三份意粉 完全足夠 大家可以去Flex 我把圖放在這裡 你可以去那邊 我寫了一個詳細的食譜 今天因為太多內容 我就不多說 總之我現在已經有三瓶的存貨 我很害怕 跟大家分享完之後買不到 不是每一間麻薩都有 我是去中環近南桂坊 那間有 然後灣仔近金鐘那間有 然後銅鑼灣黃室寶下面那間就沒有 中環那間的貨都被我掃光了 希望它快點翻貨 然後下一個就是今天另一個觀眾優惠 我想說我是自己買了 真的買了之後 他們看到我分享 就問我 你有沒有興趣我們給一個優惠的觀眾 那我呢 講笑而已講笑而已 我支持了他們很多年 真的十幾年我一直買他們的蝦子麵 最推介是他們的龍蝦子麵 是從小到大不喜歡吃蝦子麵的我 是唯獨他那個我是超級喜歡吃的 然後他最新出了這個 法式鵝油香蔥拌勻吞麵 精彩 我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超好吃 我覺得好吃過很多台灣的蝦油拌勻 因為他做了是我們平時港式的 幼身的雲吞麵 他煮出來是超級蛋 又不會有一個的鹼水味 然後這個是精華 他用了台灣的一個蝦油名牌 我不懂讀牌子 然後不用怕打開出來不是油 一個就會是調味醬 然後這個是香蔥碎 然後最精華就是這一包的鵝油 超級香 他不會太過油膩太過肥 然後比起台灣的半麵 那種白色麵粉感很重 這個是清爽很多 總之這樣一包 28元我絕對 我不知道現在減價到什麼時候 總之一點都不貴 我是大手入貨 之後我這次還買了一個黑松露麵 是淡淡而不是黑松露味的 不是那種極濃 有芝士那種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是可能不想太過重口味 想清淡淡淡 但是有些黑松露的香氣 這個是很好的 然後當歸雞湯 雞味不是很重的 當歸味是超厲害的 然後那個胡椒豬骨湯 又是那種胡椒味 你不需要加湯包 它的味道是在麵裡面 你只用水煮一分鐘 你整個過程是三分鐘左右 就是因為要等水滾 以及等麵煮熟 那就已經有這個麵 是健康過那些杯麵 健康過很多即食麵 總之這個永樂的粉麵廠 他們的蝦子麵 他們的麵 我吃了由讀書吃到現在 真的覺得非常之好 那這個折扣號 就是它買滿200元 那你就可以入我的名字 Hidy就會送10個黑松露麵 是10個黑松露麵 好像是去到8月的這個折扣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黑松露麵 或者有買開它們的麵 你真的用我的標誌去入貨 我自己是買了5個黑松露麵 然後他現在說送10個 那我應該差不多這次吃完 我自己都要補貨 因為實在太划算了 之後我亦都再說多一個 是零食來的 都是比較健康一點的 這個是台灣的牌子 叫做Holla Granola 我已經吃完其他的了 特意剩下這一包 打算拍片和大家分享 因為它裡面的脆脆 是會令你有少少停不住 但是比起薯片 糖 巧克力 那些是健康很多 聽不聽到是超脆的 我這個原味豐糖的味道 不會好甜 無論你是做早餐 放進去乳酪 就這樣當作零食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其實它一包 如果你吃完一次過 都是有475.9卡路里的 所以吃不完 我自己可能是吃一塊起兩塊子 已經是可以指到口癮了 是一間IG購買的 我放在這裡 總之如果大家是想找些零食 你又不想整天吃一些很肥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比較健康的選擇 沒錯 這個月真的太多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雖然化妝品好像少了些 因為我想另外再拍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幾個月 我遇到一些很喜歡的化妝品 因為有些就剛剛去買 例如大家應該很想知道的 大倍的奶凍 我還是慢慢試 想多些使用心得才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Clay Deport的粉餅 真是超棒 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所有的觀眾優惠 所有的Discount Code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大家可以提出資料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喜歡這個系列 想我拍攝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鏡頭大家看眼袋 分別明不明顯 因為我真人 是完全沒有了很多的 但是過了鏡 和大家看我的影片這麼久 覺得分別大不大 我都很想知道 你們告訴我 因為我原本已經很想去割眼袋 如果有這件事可以做到這麼簡單 遮到眼袋 我會重新考慮一下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